本节目内容只代表个别嘉宾及主持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各位宇宙人 又来到这一集 我们请到一个很特别的嘉宾 继续讲我们的古文明 我们这位就是 2012年香港国际议会 第二天的议会的讲者 第一天他不讲的 留在Pro那时才出现 这位就是写了这本叫God's Machine 但是开始 他之前那本书是叫Stone Angle的 这本书的作者 温作邦先生 Mr.Jack Wan 你好 你好 你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第一次开咪 第一次开咪 好像迟些 今次是热身来的 热身是另一个节目 这本书在我面前 是很厚的 有一段估计我们怎么识的 讲一下先 事源六年前 即是你跟我和你的关系那些 有什么关系呢 不要说我有关系 六年前我们 那是你的丑事来的 不要说我的丑事 我的丑事只要说 事源六年前 那我就在火炭站教书了 有一天教书之前收到电话 就说我有本书 说都是UFO古文明的 想送本给你 好了 在火炭火车站 六年前 我就跟着朋友一起接收了这本书 那时候我还问了个什么问题 那条问题我永远都记得 他就是问 为什么你会写一本这样的书 是的 因为我看了两寸厚的书 很多文字很小 整本好像一些建筑师那种书 很多蓝图很小的字 那我一时间不知道 怎么问他什么 只知道可能是讲古迹 当然问他 你为什么写一本这样的书 真的很多蓝图 很密很密的 就没有彩色的 那希望他告诉我 我知道你为什么 我告诉你 就是你问了这句话之后 其实你在我心目中扣了很多分 因为如果 第一 我心里面想 原来香港都有UFO学会的 第二 原来学会的那个头是女士来的 已经扣了很多分 说声别歧视 声别歧视 跟着他拿到我本书 还问我一条这样的问题 你认为女性就要扣分 你在我心目中 作为一位男士都扣了很多分 是 我代天哪间男士 说一声对不起 因为这样 如果你是UFO的丫头 其实你应该问 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 而不是问 为什么我要写这本书 其实我想问一个缘起 就是你的心路历程 因为作为 我们男人 写东西 或者做东西 我们不会想 为什么会去做 我们只会是 究竟我们做的那些 是做些什么 所以我心里希望你会问我这件事 我问了一个感性的女性问题 就是我小女子 如果觉得二三百年前 我问公子 你送一本书给我 你缘何写此书呢 是的 那就是一个很感性的缘起问题 为什么我这样问呢 因为如果人家问阿们 你缘何要搞非碟研究呢 我就会有一个很长的人生心路历程 说你知道 我不是想跌到这个位置 天摆在我 我走都走不掉的 所以我是问一个 深入一点的一个人的心里面 那个内心问题来的 是 不过这么说 未问这个深入问题 其实你应该要了解了最基本 这本书讲什么 我先了解你 好啊好啊 又被你兜得 兜得很牵强 那说回来 不是兜的 我真的这样想的 我真的想了解你 OK OK 一个陌生人 是吗 是的 OK 但是我不想了解你 我想了解古文明多一点 就这样的 哪一位男士呢 真的 是 我很单刀直入的 因为我 娶了老婆 暗号列了 就这样 就这样的 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那我有一次很无聊 我其实从小到大 都喜欢古文明 一些的神秘的建筑 UFO我反而没什么兴趣 反而我看看 为什么 譬如大金字塔 吳哥佛 或者我现在将会讲的 石柱群 为什么在我们 未有文明 未有知识之前 就已经起好了 这个地球上面 到现在了 火箭去到太空了 但是我们仍然没有一个 确实的答案 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什么 我想最基本的 香港人很八卦的 你看周刊 你都是为了听这些东西 但是从来我看所有 我在图书馆打等了很多年 很喜欢图书馆看书 从来没有一本书 中文英文或者什么文都好 去讲究竟这些是什么 我还记得小时候 然后呢 第一次接触到所谓巨石阵 就是那时太空馆 尖沙咀 圆顶那个 刚刚开了没多久 那老师就带我们 整班鸭仔 我那时住池云山 你知道池云山在九龙北 就去到尖沙咀九龙南 等于出城 两个钟头巴士 五号四巴士 去到那里 哇 正 但一进到太空馆 我最印象深刻 就不是那些什么太空囊 或者太空人那些 而是一坨头进去 就有个大的厅上面 就有一张很大的桌 好像以前小时候 那些十二人的铁桌 上面有一个绿色的草坪 有些补杂桌 是啦 摺桌的摆上去 整块板上去 上面有一个绿色 我想是草 有一排灯 好像飞机那些星降 红色一排 那排灯 那时候整个大堂都关掉了 接着 那个红灯 就会逐点 逐点像飞机指示灯那样 引你的视线去到最中间 接着 就是有一个 我所说的巨石阵的模型 在那裡 那这个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 我当时当然不知是什么 多少年前 我想有三十到三十五年前 哇 你那时候真的是小孩子 我不知道 那时候是探馆开了 就应该开了 那时候很小 我就第一次接触到 哇 这个模型很漂亮 但是我从来不知是什么 一路一路 到大 我教书了 我发现低廉班 没有教这些史前神秘现象 金字塔也有说过 但是英国的巨石阵 是没有说过的 但是我的学会 为了吸引人 我自己答应 亲手做一个模特 是巨石阵的 是什么学会 Bly the way Jack就是教书 我教历史 就是我的历史的学会 是的 在学校教了十多年书 在学校教了二十多年书 在学校教了二十多年书 二十多年 我这边借个机会 顺便说完结构给大家 我希望大家对这方面有兴趣也好 或者你想去了解的话 你不妨去揭揭书 我记得中央图书馆 权威的世界知名 关于巨石阵的书 起码有三至四本 在World History 就是001的书架 你会发现很多很多都是古文明 包括金字塔 巨石阵 我才发现原来是很复杂的 我借这个机会很简单说 大家知道巨石阵在英国南面 一个叫做Sauceberry Plain Sauceberry Plain 是的 没错 在这个平原上面 即平原就是什么都没有 樹都不多一棵 那些草丛小的东西 一望无陣 什么都没有 但无端端在高点位 就有一群石 我记得小时候叫石柱裙 后来叫巨石阵 我觉得巨石阵的名字 更加贴切一些 因为所谓阵 即是建造者 他是有意识 根据他心目中的Blueprint 去建造这个Monument 所以才叫阵 即是好像人家打仗 排一个阵 所以巨石阵的由来 我觉得中文 比英文 有一个牌位的感觉 是的 有一个刻意牌出来的 有目的的 而裙子就一堆 是的 一堆堆在那裡 好像你烧柴的柴 一大堆堆在那裡 所以我觉得中文的智慧 比英文更加好 英文叫stonehenge 石加上土堆圈 如果认识巨石阵的人 都知道stonehenge 这个名字是错的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考古学家告诉我们 最早的巨石阵出现的时候 是没有石头的 整个平原上面 就只有一个在地上挖了一个圈 这个圈就大约是100米 直径那么长的 那它挖多深呢 1.5到1.8米 米那么深的地底 然后将那些挖出来的泥 就向圈的里面堆 就成为了另外一个山幽仔的圈 这个英国人就叫henge 有h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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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了 应该叫henge stone 是的 不过这样就好像我们听不过眼 就怪怪的 但是这个是事实来的 OK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500年之后 这个henge有什么目的呢 没有人知道的 到现在都不会有人知道的 但是500年之后 就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帮吃了东西 没东西做很闷的人 他就不知道在哪里 那个地方周围都没有石 莫说全世界很特别的一些石 他就不知道在哪里找到 那些石头的质地是特别一点的 是很特别的 特别的意思就是它颜色也很不同 另外它只是在世界上某几个地方有 那你说是不是很特别呢 所以才知道它的来源在哪里 最近的这只石头在英国以外在哪里 是的 其实这只石头就叫做蓝石 Blue stone 如果大家理解石柱群的话 你知道它里面有两种石 一种叫沙神 另一种叫Blue stone OK 沙神 是不是真的蓝蓝的呢 是 其实它是深蓝到黑灰的颜色的 我相信 阳光晒下去的时候 它可能有少少蓝色 或者你把它切出来 凸碎它 用显微镜看 它可能有偏偏少少蓝 但是就跟普通石头 看到灰色、白色、黑色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它们才叫做Blue stone 而阿满刚才问到 在哪里找到这些石头呢 原来 这个世界有多多 是的 可能在英国也没有 在英国有的 有的 是 在威尔斯 威尔斯 西北角粒头 有一个山 山上就有这些石 而也是 这个是最近英国的 Stonhenge的地方 亦都是现在主流的考国家 他们相信 就是在那里搬过来的 但是大家记住 记住 是不是也是另一个岛 不是岛 威尔斯其实是在英国的 虽然它是近海边 在一个山上 但是我形容一下 那里的Blue stone 就是第二代 第一代就是Hench Stonhenge 用沙 用泥挖在一个圈 一个土堆 第二代就是 人家相信 就是在威尔斯的山上 就用这些Blue stone 蓝石 来到Stonhenge 就是五百年之后的时期 它是有八十块左右 都是估计的 因为现在很多蓝石都被人搬走了 待会我解释 为什么搬走了 但是我们相信 在地上的洞 我们就估计到它 曾经插过在那裡 就知道有多少 大约有八十粒 你不要听我说是粒 每一架是人这么高 是重五至八噸的 五至八噸 我记得前一阵 上几天 有一架货柜车撞了 它因为涉嫌超载 所以翻车的电灯 还能伴到旁边的货车伤了人 它超载是十五噸的货柜 OK 现在说的是 新石器时代的人 他们是没有发明车 不要再说什么堆土机 运输机 起重机那些 超载可能是八噸 是不是 超载一倍 可能是 你说的货柜 但是我说这里 可能它是 那货柜车 就是运一架 Bluestone的重量 你想想 那时候的人 他要千里迢迢 由威尔斯的山 考国家相信 他由水路沿着海岸 OK 然后运到去英国本土 再经过一个叫做Bristol的channel 海峡 是的 一个海峡 或者一个峡谷海峡位 然后再经过一条河流 再经过崎区的山路 上到去平原的顶 大家想想是八十九 没有石路上的 什么叫石路 没有马路 那当然是 是原始的 你看到 看出去的山 就是那些山位 就是这样去搬去 这个都是古的 没有人知道 但是人类就很聪明 我们不如 为了要考证 考古学家的 theory 就找人去试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人试 真的有人试 如果我没有记错 2008年 Summer的时候有一帮大学生 Professor带着他们 真的在威尔斯山那里搬一架 那一架我没有记错 是五吨的 那一架石 最小的那一架 但是他试 他不是说駕飞机 駕駛武艦走去滴它 而是用回新石器时代的工具 就是他们估的 就是树干和木头类 就是所有金字塔 没错 在教科书中说 駕駛駛整个方法 对 駕駛駛这样的方法 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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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推推推推这样 那接着他要是游海路 但是 其实海路都好 都解释到 因为海路很沉的 石头 这样 他都怕五吨 最小的那塊都應該很重 所以它用兩架那些 類似綠木舟 但是它是大一些 平一些、闊一些 就令它穩定一些 但一放下去 走了沒多久就沉在大海 我後來在某場都看到 拍到它在海底 到現在 2012年那塊石都在海底 英國皇家海軍 曾經派船去想撈起它 所以你想想 那個難度是很難很難 還有如果是用水路運的話 應該在河床底 應該找到其他失敗的例子 是不是 你沒理由80次就80次 肯定有一些是你綁得不好 撻Q 或者撞到旁邊位置 跌了下去 但是從來沒有 運到半斷開兩拳 不能用 就是從來不見有這些東西 所以有人說 你不要讓它誤導 以為那些高高神 高神大兩三個人高的沙神的 stone 是很神奇 不知道怎樣去建 但其實最神奇的就是這些 我特別特別指出來的那些 blue stone 它在很遠的地方運來 這個才是考過國家最難去解釋的 所有石頭 你不要說向難度高挑戰 其實你找樹去做都可以 不用找石 但是他們不單止向難度高挑戰 找石 他還要是故意去到整個英國 OK 數一數而有的地方 去拿這些藍石 即是不遠都不拿 是吧 有些近遠 總之它是特別指定在那裡 去拿這種石 放在巨石鎮那裡 OK 這個就是考古學家他們相信有一個最難解枝迷的地方 除了這個 stonehenge在你的角度研究了這麼多古蹟藍圖 最近的秘密是什麼呢 你太心急了 不過不要緊 如果要說stonehenge 就要說太久了 他有五千個古蹟說 其他那些是甚麼 因為stonehenge在我心目之中 這個巨石鎮在我心目之中 是有一個特定的意義 就是我開頭吸引我去找這些資料 發掘我的興趣就是來自stonehenge 所以呢 我是很樂意花很多篇幅 我去寫這本書 五百多頁裡面 第一個 chapter都是講巨石鎮的 OK 但是因為 就是阿Moon是很心急的 他說既然講了這麼多 其實我現在講了二十分之一都沒有的 stonehenge 是不是 如果你看看stonehenge 即是巨石鎮 還有一個沙神是很高很大那些石頭 上面還要放一個打橫喔 大家要記住 那個難度 像在印加那些古蹟 在太陽島上面那些古蹟 兩條柱上面就是放一塊很橫的 是 譬如埃及那些也是 神廟也是 他是特地好像要挑戰我們現代人的智慧的 第二呢 他好像是 我放了兩塊東西在那裡 不行 我怕它倒閉 我還要多放一塊在上面 頂 是不是 頂著它 頂著它 為何它要放在這裏呢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去到太陽島那裡有些印加古蹟 都是 他們的導遊都是這樣說 有些很多洞 剛剛頭身也進去拍照 就說 冬至夏至一些特別的日子 他們的太陽神光第一線照下來 穿過這個洞 然後陽光就不知道射到什麼特別的位置 是 那石柱群 跟上面那塊打橫的都是有些關係的 沒錯 巨石鎮 Orphodox的正統那個theory都是這樣說的 都是 有舊派就是說 夏至那一天 夏至就是太陽射地球最長那一天 就叫夏至 就應該是英國的時間6月21號 那他們就會走到太陽升起那時候 OK 那會在那個heal stone heal就是腳跟石 就是那個 腳跟石 是的 腳跟石 就在頂那裡 就剛剛那個尖端位 就會看到太陽 OK 那他就寄在那裡 但後來有人說 不是喔 我又覺得剛剛相反 stone hands巨石鎮 是寄在冬至喔 就剛剛相反 就是太陽最短那天 他就會降落在 就是人家的夏至 他就會降落在巨石鎮 最高那兩塊石頭的中間那條縫位 就不是那個heal stone 這樣 那也都有人相信 不是喔 他其實不是崇拜太陽 他是崇拜月亮 所以每一個年代 每一個的考古學家 或者現在新興有一個叫考古天文家 就是他們用考古天文家 是的 用石頭 現在我們講的這些全部都是考古天文學 我講的不是喔 即是你現在講 即是你現在講 我們講到他有外星的解釋 其實現在有一個叫exoarchaeology 即是外星考古學 就像Eric Von Deniken 上帝的子民作者 Graham Hancock 我們這一類 我們列了他們一個很型的類別 叫做外星考古學專家 或者我們 我就反而會叫做 Jak你差不多是港版的外星考古學 我會給他們重要一點的 基本上 好好好 講一些最重要的東西來聽聽 Jak我們只剩這一節 我想是完的了 不是嗎 是啊 講完一節了 所以就說心急 講兩節就一集 講兩節都未講 下一節 我會叫Jak快一點 OK 各位我是香港飛鳥學會會長阿Moon 香港國際UFO議會 在傳奇的末日初始前夕 打開擂台論壇 照來頂尖級港者 Billy Meyer美國唯一代表Michael Hahn 蘇俄UFO專家Paul Stonehill 瑤士研究員Dominic博士 NASA航天博士 台灣的副學齡 和香港港者紀圖 雲海 蘇博士 詹斯 Jack1 以及一眾網台主持 在11月17、18 來一次一連兩日的 2012UFO拉闊議會 Day1的千五人圓廳 Day2的Pro科學學術會議 全程紅館感的升登校 爆放飛碟降落開幕禮 UFO電影首映 大會2012影片 帶出潛台詞 星世代、星思維 整個外星現象所為可 票價180至680 9月中 購票通及通理琴行公開發售 詳情請上香港飛碟學會網頁 UFO.org.hk 星世代、星思維 好了Jack 我們用了半集說 最主要是說Stonehenge 我知道你還有很多東西要說 現在Stonehenge 到這裡最終極的發言是甚麼呢 其實巨石陣真的有很多東西要說 我個人很喜歡留意仔細的東西 我發現 我看三考書 巨石陣除了那幾個圈的巨石之外 原來那個 剛才我說到的 土堆圈和中間的巨石之間 原來有四塊小的石 這四塊小的石 是廣遺被很多人忽略了 因為這四塊石 有兩塊沒有了 只剩下一個洞 這個圖我們在網上看到 好的 到時我會放上去 為什麼會吸引我呢 就是這四塊石 是無端端 零零射射去拿開它 那我就多多手手 在那個圖裏面 就在這四塊石那裏 嘗試畫幾條線 就畫一個交叉 那這四塊石的交叉 畫了之後 我就度到一個角度 石柱裙的中間位 即石陣的中間位 和兩邊的石是一個135度 我記住簡單的 特定的石是嗎 是的 特定放出來的那四塊石仔 現在沒有了 是量到它是135度 那我其實都不以為然 但是咦 我看一看 這個135度 你只是靠現在地下的印 認為它是有一個石 我不是說有四塊的 有兩塊沒有了 就有一個印在那裏 有兩塊還在那裏 不過就倒了 即是在一個對稱原則之下 你就覺得它是有的了 四塊都有的 因為它有洞 通常考古學家都相信 它有一個洞在那裏 應該對稱 應該有四塊 那我就嘗試將它左畫右畫 我真的無意中發現了一個角度 我希望將來你們看回 那個網頁上面我的資料 就會見到那個135度 那我的下半生 整本書 或者我未來 包括人類 各位聽著的 跟我說的 或者看我本書的人 它的前途從此 完全不同了 你對整個世界 宇宙觀完全不同 我希望你們受我感染 信我所說的 或者未信之前先看一看 就是來自你135度 135度 從此改變你一生 改變大家的一生 我想我們人類的歷史 今年2012年 大家知道是世界末日 對不對 但是我們所說的所謂 世界末日 全民的世界末日 其實都說是一個文明知識的改變 是不是 大家理解 一個文明的跳級 選擇 或者是我們有一個 upheaval 或者是一個radical的改變 一個大轉變 沒錯 那我心裡想 會不會就是因為 這個135度所帶來的轉變 所以我就很積極 很積極地去做 我們都推敲過 第一次聽一下Jack說 135 是不是就是 咦 說他出來 90度加一個45度角 我們都在想 是不是只是說45度角 那 Sorry 我們真的會在背後這樣想 但Jack一定說不是 聽說為什麼 是啊 你混淆了 各位聽眾都不知道後來那些 我相信 因為我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說 不過這裡先跳開他 因為我想 他在說吳哥佛 那裡那些廟宇的結構 那裡是有個五度的 但是我先看巨石陣 那些四塊石頭 組成的兩個135度 確確實實 是只有135度 不是136 也不是所謂45度的 OK 那後來我拿這個度數 不知道 我只可以用神推軌公 我發現到巨石陣 只有兩個出入口 一個就是在東北面 一個就是在南面 如果你就熟悉方位 你就會看到 東北面 和南面 和巨石陣的中間 劃兩條線 連合在一起 就是135度 另外巨石陣 有一條神聖的道路 是通出河流的 那條神聖道路 其實應該直線去河流 但是他無端端是屈了一個彎 那在高空看下去 那些人畫了一個圖 那個彎位 就是135度 為什麼他要做一個 零零射 一個急轉彎呢 而在高空才能看下去 這幫建造巨石陣的人 他們是不是想 不是給我們看 而是給發明到 高空飛行的人 看下去看到這個 135度呢 還有 有喔 剛才因為時間關係 我沒有說 巨石陣的中間 是由 五堆 沙神 每一塊 是五至六米高 的石頭組成 的建築物來的 這五坨 每一坨的頂 還有一個打橫的石頭 凍著在那裡 於是我在地圖裡面 它的結構圖裡面 我就勾滑了它出來 放大了它 那我就拿個 1835度的圓規去讀一讀 原來呢 中間那一對的中間位 就會跟旁邊 左邊的兩塊 就會成一個 1835度 另外跟右邊的兩塊 成一個 1835度 那我也都會把這個 這樣的結構圖 post了在網上 給大家更加了解 究竟我在說什麼 總之告訴大家 那個石柱群 最中心 最精華的那個位 有五對沙神 六米高的石 每一塊石的中間位 如果我們找線 連在一起 就有兩對 1835度 就是說 那幾塊小石 組成那一百三十五度 就在中間 最重要的那個部分裡面 之所以他們動那幾塊石呢 其實就是想告訴 給二千三千一萬二萬年之後的人聽 那 我們建造這個 這樣的 古舊建築 最終的秘密 就是來自 這個 1835度角 我就找了全世界最硬最重的東西 動了在這裡 上面還要放一塊石 頂住它 然後不只 我還要找一個巨型的圈 的石頭 保護著它 好像人家手牽手 這樣的保護那些熊星 上車這樣 保護著它 最重要的最重要是送色 不要亂推背它 就是 根本你推背不了 沒有可能的 就是這個 1835度 1835度 OK 如果你有些車可以鏟過去 至少你有個圈 不要鏟到進去 沒錯 又或者 你普通私家車 撞過去 沒有意思的 一定是爆了 都撞不掉它 因為它是一個圈 整個圈上面 也是有一條 橫的橫梁 動起來 正在裡面 神奇的地方 我很想 我猜是 Woon說 先說其他重要的東西 因為實際是 太神奇 太神妙了 不過我將來 我希望有機會告訴大家 OK 那這個 就是 135的來源 135在Stonehenge 先說到這個位置 那好了 我們轉說一下其他 心急 其他的古蹟 從哪裡說起好呢 是啊 這樣說 你先給大家一個路線 現在心中有數 我隨口說 因為我也是跟著我本書 其實有個路線在腦袋 就是本書裡面說的 OK 那我就 一路說下去 就發現了 譬如 阿滿 我知道他周遊列國 你有沒有去過馬爾他 地中海一個島 很出名的 軍事戰略的地方 地中海就去過 去過都不知道 當然去過 這是一個島 就是在西西里坐船去的 西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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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幾個島 有幾個島去過 西西里 西西里 有幾個島去過 西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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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的同一時期 他有一些巨石的神廟 那我呢 圖書館也很幸運 有兩本書介紹 那我就印了這些圖 回來 我就讀到 他們這些這麼多神廟 他們所擺放的位置 的入口呢 全部都是以一個135度去排列出來的 你說是巧妙也可以 你說他是刻意地做也可以 他跟石柱群相處 相同的地方呢 就是同一時期的 大家都 都是用石建造 而又不能解釋他是什麼 我們只可以當他是廟來的 但是馬爾他呢 那些考古學家相信呢 那時候的島是沒有人住的 因為他實在呢 是太偏離文明的地方的 而裡面又沒有資源的 全部都是一些荊棘 荒草 捉魚都不行的 沒有野生動物的 怎樣有人 在那裡生存不僅 還可以建這些這麼偉大的神廟呢 我希望大家有機會去同書館 去找一找馬爾他石造的神廟 是 你簡直也是 你是歎為觀止 你是不會相信 他有很多神廟的 這些神廟呢 就好像一個馬蹄形那樣 那裡面呢 就分為有三個空間 或者房間這樣 就有一個入口位的 進入去就會經過一個多尾 一個門口 而這個門口的石頭呢 OK 那個重量呢 是要 現代呢 是要用起重機 才搬進去 但是試想想 我們現在講這些 馬爾他的神廟呢 是 距離現在五千年之前 那時候的馬爾他這個島 是與世隔絕 沒有人的 為什麼他們會做到這些 神廟出來呢 很大塊石 也是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我就想到他們的門口位呢 是一個一百三十五度 是啊 是 即是選每一個馬蹄最重要的那個門口 是 將它聯合這三個門口的馬蹄位呢 或者這麼說 剛剛一三五度 選三個神廟的門口位 是的 那門口位呢 就是他們花得最多功夫 因為石頭又最大最硬正的 又有個 齊得最漂亮的那裏 是的 又有個蓋在頂的 那個位那裏 排列是一個一百三十五度的 OK 那因為我第一個發現 就發現這個秘密了 所以阿門問到我 一百三十五度 除了解釋stonehenge 又解釋什麼呢 那我就第一個想到馬爾他 OK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亦都繼續去追尋一些古文明呢 我就跳到去埃及了 OK 我知道埃及潔沙的 很多人都去了 Gisa 金字塔 很神秘 除此之外呢 你除了參觀Gisa之外呢 你都會參觀印度的神廟的 是嗎 有去 印度都去了幾次 Sorry 不是印度 埃及 你會去埃及的神廟的 有去過 埃及的神廟呢 那些歷史作家亦都發現 沒有可能 他們可以利用這些的石頭 搬到這個位置 砌一些這麼大的神廟 而在這個神廟裏面呢 我又放這個一百三十五度的 這個間尺 我就發現 這些門口 和他神廟裏面的墓室呢 是成一個一百三十五度的 是很有趣的 這三個門口是成一百三十五度的 照計你想很工整 那你就整個九十度 你再多四十五度 那一個九十度 三個牌 是 當然 即是我們用現代理性去看 當然 但如果我們說他背後有一個 conspiracy 是不是 他當然有一個原因在 都是我嘗試去解釋的 是 那如果 我又說回埃及那些紀念碑呢 是一個嵐弓位 上面呢 有一個太陽的刺旁的標誌 那所以很多 好像蘇美那些石板塊都有 沒錯 一排很漂亮的羽毛 中間有個圈 是的 就是古埃及人他們拜的 有時候我們空軍的襟章都遲遲這個 沒錯 不要說空軍 汽車 你看看汽車的logo 很多品牌 是嗎 Banny 是的 Mini Corporate 他們都是用這個 中間有個圈 然後有一雙翼在那裡 所以呢 也引申到一樣東西 這個標誌 不是跟太陽有關 是跟汽車 運輸 是不是 有關的東西 這個是他們的jeans給我們的 即我們不找其他東西去講這些 我們偏偏是找一個圈 中間有一雙翼 去做Banny 汽車 去做Mini Corporate 是的 就因爲這個Machine vehicle 只不過呢 各位不要搞錯 我們現在的文明太低了 我們只可以靠地心吸力 四個輪行 那時候講的是一些 Space Travels的 vehicle vehicle 即是懸浮 你用電磁場來都懸浮 是啊 我說到 vehicle 又給我拆開一點點 佛教裏面 大家可能聽過大乘佛教 和小乘佛教 是不是 我跟阿沈日菲老師說 聊過這樣 我完全對佛教沒有任何興趣 但是我因為去查這些資料 我嘗試找一下英文書 因為我寫了英文書 我嘗試找一下究竟大乘佛教 和小乘佛教英文是怎樣譯 很複雜的 是一點都不複雜的 原來小乘佛教找了幾本書 英文就叫做 Little Vehicle 你在說這個 是的 或者叫做 Laser Vehicle 大乘叫做 Great 或者 Grechter Vehicle Vehicle 各位 我還以為你跟我說 凡文那些很長的文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原來不知不覺間 我們說成 大乘小乘的乘 不是乘數表的乘 而是乘在某些東西上面的東西 所以叫做 Laser Grechter Vehicle 是啊 就是坐去彼岸的工具 沒錯 所以大家可以心裏想 Van Daniken 這個No.1那個人 他寫的Chariots of the Gods 是不是 那個戰車 神職戰車 是的 中神戰車 那個車 其實就是Vehicle 是這個意思 佛教裏面 你看看 釋迦茅 他坐著那個東西 是不是蓮花了 是啊 其實我們去看他 可不可以當他 一個Vehicle 的底盤 他坐了上去之後 他會 懸浮也好 或者他在旅行 在半空也好 只要 我們能夠給他一些能力 他就可以很快 去到他要去的目的地 我去查很多 我看那些經 他自己用心靈 Mind Power 那時候已經 跑了 因為我其實 我對這些沒有研究 我只是 純粹是那些圖 我都沒有 不過我身邊 太多研究 佛學的人 譬如我是看 印度的古建築 包括印度教 和佛教的古建築 我都全部找到 135度 舉個例子 大家最熟悉的 吳哥佛 我相信 阿門都去過 我沒有去過 我沒有 這個是唯一 我跟你一樣 看藍圖 是的 在藍圖裡面看到的 吳哥佛 大家都知道 在柬埔寨簽 粒傘 以前赤柬控制 以前 幾十年前 去還是很危險的 要簽新死狀 因為隨時有赤柬的恐怖分子 射到你變成蜜蜂鬥 即是裝這個團 你要簽一張這樣才能去 沒錯 才能去的 還未必有響道 夠膽跟你去的 我想只有那些鬼佬才夠膽 沒有命 或者要來做那些 標心那些 標了你 這樣 那吳哥佛呢 其實 有大約一千到八百年歷史 其實沒有人很絕對 知道他是幾時起的 只是見到 他門下有個墓 有個碑 就是有個皇帝 他就claim了這個地方是他的 他是自稱是他的 那這個皇帝是八百年之前的 OK 那他一路呢 雕空了 都是被一些森林的大樹 是侵蝕 遮住了 好像山青苔那樣 生了八百年 沒有人理 沒有人知道 隱滅了在世界 只有在古高面 就是現在的柬埔寨 的傳說裡面 講過一個這樣的 所謂黃金神秘閣 到150年之前 即是十九世紀中葉 有一個法國的冒險家 記得法國 因為那時候是柬埔寨 越南是法國殖民地 這個法國的冒險家 他又不可以說是冒險家 他是一個 喜歡去捉一些昆蟲 挖一下蝴蝶 去研究一下一些花位的人 即是外國人真的可以 是的 那些biology 那些東西 文字彬彬的人 去這些地方 他又不是去考古的 他只是總之 有隻蝴蝶 然後追著他 追追追追追追追 追到進去裡面 見東西就斬 見東西就砍 就發現了 有些台街 有些古的橫廊 有些塔 然後他就發現了 哇 不得了 原來前面 那十幾公頃 全部都是一個建築群 整體 由五個中間塔 另外有很多其他四周圍的塔 所圍著一個古舊的建築 那好像我沒有記錯 法國人是要用了五十年的時間 才可以剷除那些 爛藤啊 樹枝啊 樹根啊 所有的東西 就暴露回 還原這個的 吳哥忽出來的 五十年 五十年 然後再去畫圖啊 畫跡 然後就落在我手上 於是我又拿這個 一百三十五度角去量一下它 然後 然後呢 就很惡然了 原來整個遺跡裡面 所有的門口位 塔的擺佈位置 是形成了很多很多很多個一百三十五度角 就是如果根據我的理論呢 就是所謂的吳哥忽 其實它是要來擺放一些 可以產生能量的機器 這些機器呢 是來自一個比我們更加超文明的生物 它是曾經在一千到八百年之前 來到柬埔寨的森林 建了這個地方 有什麼用呢 它是要來產生一些能量 是幫助 剛才我說的什麼小城啊 大城那些 這樣的飛行器呢 是給予它們能量 去到別的地方啦 去travel啦 所以 我們才會發現 為什麼柬埔寨裡面的建築呢 其實跟印度古建築 是有一個重疊在那裡的 在現在的緬甸啊 在越南啊 都仍然有這些這樣的佛塔 而它的佛塔所有門口呢 的鋪排呢 就會成一個一百三十五度 OK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它 這些佛塔文明它最大的秘密 或者說 它最重要的建築的目的就是這樣 但我發現 某來我發現 在這些塔子的面上 雕刻呢 它其實就是說這個 就是有一隻古代的飛行器 小城 或者大城 我們要看看是哪一幅 我記得呢 剛才不敢描她這個 大城、小城 因為呢 因為我知道英文 叫做Mahayana 和 不準確 小城 Hirayana 總之yana這個字是不是就是解vehicle呢 這裡找一些語言學家去翻譯人去查一下 這個其實英文它是譯印度文而已 英文你不會看到有這麼凹凸的名字 總之是一個古文很凹凸的一個文 yana這個字是不是解vehicle 肯定不是英文 至於你說有誰是說 印度經典裡面說的真正印度的飛碟呢 剛才他展示給我看一下這個產生能量機 其實好像一個長洲長包山 好像長長地然後沾上來 然後上面很多粒粒凸出來的鈕 真的像一個包山 是啊在經典裡面這個就是飛行器 飛碟 這個圖很佛教而已 你看看這個字 他們擺舍利子的塔一樣一個高塔 沒錯 因為他們相信人死了之後 他就會去到另外一個世上 威瑪娜威瑪就是解飛碟 我告訴你 是古代印度的飛碟 是的 你之所以說他為什麼會有一個印度 其實他是擺骨灰 擺舍利子的塔 就是因為他們相信人死了就會坐這個塔離開的 OK 你看看這些印度佛教廟的門口 有一個碑的 這兩個 兩條柱子中間有一個拱貼著它 是的 上面你看到就是他的 小乘的飛機 小乘的飛機 在這裡 在充電 也好什麼都好 總之就是在它裏 在它裏面的 當它 在那個能量的碑裏面 是的 當它充電到 或者它接觸到 打開了這個門口 打開了一個深圳的深圳 它就會離開走了 嗯 有些更加形象化的 這個圖裏面 你看到是 這個包山 是的 印度北面的廟 印度廟 OK 整個整體 它的門口 又是有個Lintel的doorway 就是上面有一條打環兩棟 嗯 放射一些能量上來 這個像不像UFO呢 阿門 是的 很像 是的 很像 好像坐下去 或者是 在吸東西 這樣 所以我一看 我完全理解到 究竟所謂印度教廟 它所說的是什麼 好了 我們現在就講了兩個故事 大致上講了 英國的巨石陣 和地中海的馬爾他群島 這些是歐洲的古跡 和東方這邊的吳哥佛 柬埔寨高面 是的 印度廟 還有印度廟 印度廟 印度廟見到很多 我都見到這個讀飛地坡裏 講了很多年 十幾年 其實在印度的古文獻 是見到一件事 是它會飛 會放射類似雷射 這麼有爆炸性毀滅性的能量出來的一個飛行器 在古經裡面是叫做Waymana的 剛才我們在這本書裡也看到熊華mana的古跡裏說這一塊就是了 好了 等一下 你剛才說到印度的飛行器 說到古跡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的 它是教你怎麼做的 哪裏 就是那個古跡 那個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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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古跡 是教你怎麼做 用一些叫做Liquid Mercury 水銀 水的銀 水狀的水銀 對 就是流質水銀 對 做一個Energy的Source去做的 所以不是這麼簡單 用流質水銀來做這個燃料 沒錯 就是我們溫度計裡面的那些 那些專家就說很特別 它是水的液態 但是它是金屬來的 對 我們看到溫度計裡面的那顆小鈴 對 它在古跡裡面 我相信古跡很久以前寫下的 為什麼它會有這個物質 它會知道的呢 它又懂得用這個物質 去做它的飛行器 它是直接說尺寸 教你怎麼做的 尺寸是多大 尺寸 很複雜的 我下次借一本書給人看 他看了 他有興趣才跟大家開咪 和大家說 好 我先問了他 很出名 如果你研究UFO 你沒有理由不知道 不知道這本書 好了 我們說完西方和東方 都標了每邊兩個主要的古跡 都是說一三五道角 發現到最主要的位置 是一個連接 大家記住 是一個連接 是 我剛才看的這套也是 你真的選了整個古跡 很複雜的圖 你選了三個門口碼碼 就是一三道 一三五 即是誤到你不信 是 好了 說完這兩批的古跡之後 其實剛才我問了 還有一些不是古跡的 但你都發現到一三五的 我給你開一點點 買關子 這件事令我很震驚 因為我經常說來講去 這些N世紀的事情 即是我阿嬤過阿嬤過阿嬤都已經化灰 其實有沒有外星人很久以前來到 沒關係 我也不太清楚 現在究竟有沒有 我真是舉頭不見有的 但是 之所以令我震驚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 現代二十二十一世紀 最大的神秘現象 亦都是在Stonehenge的旁邊 經常出現的 即Saucebury Plain Sauce Bari平原上面的麥田圈 真的經常在那裡出現 每一年都有二百到三百個這些formations 在那裡出現 從來沒有人給一個很詳細的合理解釋 而又可以apply到每個formations都解釋得到 即是有一個貫徹所有麥田圈的一種 是的 小小的理論都可以有 或者不要說理論 解釋吧 嘗試去解釋這個現象 都不能夠的 你發現了什麼 所有的專家 他只可以說到的就是個別一兩個的麥田圈 其實我發現了什麼 大家呼之欲出 我講來講去都是在說一百三十五度 即將這個一三圍套下去所有麥田圈 沒錯了 我就嘗試了 將麥田圈裡面 那些的麥田圈的formation 就將一百三十五度嘗試去連結 看看有沒有一個關係 憑著我去量那麼多古蹟的經驗 究竟我量到現代的神跡上面 是不是可以解釋得到呢 你知道麥田圈有很多圈的嘛 就用那些圈的圈的圓心點 就有很多個點 將這些點就不斷 好像小幼稚園功課那樣練 這件事不是說留在第一日交代 可不可以練到一三五了 我想是這樣 那我們當然不要說了 留下一次了 是吧 Jack 是啊沒錯 我們就講到這個位 西方東方的古蹟 和麥田圈都有這個神秘的數據 數字 一三五 那我們留下一次再講多些古蹟 和麥田圈開始揭曉 好 就這樣 我們十一月的議會見 就會見到Jack在日二會講這件事 但日一他都會有這些書 和他剛才講的圖 或者實物是在我們的Lobby裡展覽的 除了三星堆的展覽之外 還有God's Machine 一三五道國所有古蹟的圖片 或者你去亞馬遜都找到那本書 好 在亞馬遜都會找到這本God's Machine 那我們十七號見了 在展覽 拜拜 拜拜 拜拜